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 晚安各位听众 欢迎回到周一晚上的绿色斗阵 嘿 但我不服从 我是黑色导国青年正习的赖品瑜 我是民主斗阵的吴将 嘿 嘿什么 我突然沉默一阵 好 那今天很高兴就是说 就是说什么 好 其实一点都不高兴 不知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去年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去年六月的时候 大概六月底的时候 不是那个有天朝特使张志军来到台湾 然后那个时候 他一来就受到抗议群众的盛情款待 然后而且还 应该是第一天的时候 就发生了那个 在桃园机场 桃机那边的诺富特饭店事件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赖宗祥律师他们一行人 就只是在饭店的房间里面 可是就突然饭店就 然后就把他们门踹开 然后这件事情就是 引起了一阵哗然 然后后来在第二天的时候呢 黑岛青也 就是跑到屋来去抗议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用铁链绑身体之类的 然后当天就当场被逮捕嘛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有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呢 这件事情明天就要开庭了 在时间是在明天下午 那我们有一个开庭的记者会 那欢迎就是说 对这件事情 有兴趣关注的朋友 可以在明天下午2点45的时候 到台北地院的门前 就是是我们举行记者会 然后我们实际上开庭是3点20 那这一次的开庭是可以旁听的 而且其实这一次的开庭 以整个程序来说是还蛮重要的 因为就是说 他基本上是在审理 就是在看在厘清你的这件案件 要要怎么打 然后是从什么角度去讲这个案件 那其实我们这边是希望 就是说打无罪辩驳 因为我们觉得说 这其实只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而且事实上 当天的情况也没有造成公共危险 因为我们才刚绑上提了嘛 就被警察抓走了 那所以我就讲一下 那如果对这件事情就是 想要旁听 或是对记者会有兴趣的朋友 明天也可以就是在下午2点45的时候 到台北地院的门口 来就是一起深远黑岛情 你为什么一直不讲话 因为我没有被告 好那回到一个正题 就是说呢 最近其实除了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如火如荼 就是不知道大家在网路上 有没有看到 就是常常会有人发文说 千万不能宣传 2月14号是港湖区 哥兰伟的公投 有这件事情吗 就是没 对啊 其实 其实什么 其实 大家这件事 其实就在1029选完以后 就是 大家 当然就是 大概 说是去年很重要事件 大概暂时上告一段落 不过其实 我们在台湾 其实讲的 谈到政治的时候 其实常常 大家很直觉 都想到选举嘛 但其实还有 其他很重要环节 包括说 民众一般日常的参与 以及其实除了选上 这个选 我们把民意代表选上去之外 其实重要的是 我们应该还可以罢免他 但罢免这一块 其实一直是 比较 我说可以说被忽略的 那既然其实现在台湾 谈到罢免 没错 就像刚刚品语讲到的 现在其实罢免这一块 其实在选完以后 还是如火如荼 热烈进行中 那谈到罢免 当然就不得不提 我们的台湾 目前的罢免一哥 也就是戈兰伟计划 好 我们今天就很高兴 就是邀请到 戈兰伟计划 也就是港湖区 站员手术房的两位发起人 分别是光智以及Ashley 两位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Ashley Ashley听起来很没声音 不很没精神 最近割得太累了 有点累 其实对啊 其实 这个说起来 我们这个黑豆不服从 这节目期跟戈兰伟 也有点 稍微有点渊源 因为其实我们开播 第一期的时候 就是做戈兰伟计划 也如此 真的 而且那时候非常不好意思 我们是请那个 你们的戈兰伟发言人 台北林先生 台北林先生过来 差点讲出名字 台北林先生 不好意思 因为太熟了 自己叫做救命 然后对 那时候找他来 而且那时候是我们第一次广播 然后坦白说 就讲了厉厉的 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 非常不好意思 那在 过了这么久之后 我们又重新访到 戈兰伟团队的人 那 那个时候其实连 一阶都还没有过吧 对 那个时候 那时候 我们那时候 大概是去年 六月的时候 那时候戈兰伟计划 其实整个才刚刚起步 然后 那个时候 我记得还在 就是那时候 其实三月八运动完 然后戈兰伟计划在网路上 就马上开始募资 然后 也是进行的轰轰烈烈 然后 那时候 就是戈兰伟有一个 弄了一个网站出来 让全国民众票选 说对 这个失职立委 最不满的排名 那时候 哇 我们内湖的 这个代表 蔡震源先生 就马上 就是以 这个龟兔赛跑之势 硕讯雷不及眼的拉开 差距 就是荣获第一名 然后后来 当然其实经过了半年 就是戈兰伟计划 也持续一直 他们有分成不同区 其实每一区都很努力 持续在推动 那 现在 不过最后是 就是刚好 港湖区这一块 成功的 就是突破 重重的障碍跟挑战 来到了 最后一环 也就是 千万不能宣传的 快要2月14号 就是有一个 这个 罢免的公投 那 我们今天当然是 很高兴邀请到 两位可以来跟我们 分享一些东西 那我想就最直接 先讲好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想说 等一下可以再跟听众们 分享一下 罢免的意义 它对台湾政治上的 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 可以促进什么样的 一个改变 那不过我们先讲好了 就是 现在 薛恩哥伟计划 那时候列了很多人出来 那分别就前三高票 是蔡震源 林洪池跟吴玉森 但是最后 只有蔡震源 成功的被推上了 这个手术台前 那到底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说 为什么是蔡震源呢 就是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 他值得 格兰委计划来罢掉呢 然后再来是 他有做过什么样的事情吗 那为什么他 可以这么的 受大家的关注跟热烈 对对对 这个蔡震源委员啊 他是实至名归的第一名 那时候我们在推出的时候 想说 让全国的民众一起来票选 就是最值得被割的烂尾 这样子的烂立委 那蔡震源的以最高得票率呢 得到被罢免第一名 我想这原因很基本的就是他的 在立法院的出席率 跟他的执询率 他在第八届立法委员的第五会期 跟第六会期 他的出席率都是全国立法委员最低的 这样子 他的出席率是全国立法委员最低 然后他执询率在第八届 第五会期加第六会期 总共有三十次的执询机会 他一次都没有使用 我想这个东西在很多网站上 我们都可以查询到一个标准的资料 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他对 对一开始啊 他执疑说 大家执疑他没有去上班的时候 他是以一个说 立法院他很熟啦 这个胡真也很清楚啊 立法院他很熟啊 他就是一个傲慢的立法委员 我想社会大众没有办法接受 其实说穿的就是他领了薪水 但是没有去上班 根本就是果太爽 其实你要讲蔡震源 这个委员他有多么不适任的 他是多么一个不适任的民意代表 真的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最简单就是他讲说 他是捍卫民意的先锋 然后结果他讲说 他每次都会以民意为优先的考量 但他托党投票次数是零 不过这个 这个其实说 当民意的这个先锋 其实也不一定说 一定要托党投票 假如这个党是可以 就是顺应民意 然后他真的做得好 有去做到监督 然后有好好实证的话 那其实这个可能不太大问题 但问题是蔡震源 这个不管是他一些本人的言行发言 或他实际上做出来的事情 或者说他属了这个政党国民党 我们也都知道国民党这个 如果他做这么优秀的话 可能去年一一二九就不会遭遇到这样的惨败 所以如果回归到政策面 像蔡震源说他的民意先锋 像比如说很多党在立法院的条款 我们的基本薪资要调涨 那蔡震源也是投下反对啊 那对于我们劳建宝要劳建宝的涨价 那他也是支持劳建宝涨价又不涨我们的最低工资 然后他也要进口这个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毒牛 进口台湾 然后甚至内湖南港距离核能发电厂核四厂 只有30公里不到距离 但他却强 他却想要支持核四的续建 那其实就是一个 他就是要持续在核四上面追加预算 对啊而且包括其实像内湖这个不管是慈激保护区 慈激那一块的那个保护区 或者是像之前南港兵工厂那一块开发 我其实他常常都是跟这个大家 对啊跟财团跟开发利益站在一起 他最让我们印象深刻 其实他2012年有一篇文章 我记得上上礼拜在在黄文国昌老师的节目有提到 他在他自己的脸书说 他是财团立委 哈哈哈也是蛮诚实的 南港展览馆这块地区啊 南港展览馆这块地区 那个时候为了让南港展览馆开发 然后那个时候破迁的民众比大谱还要多上好几百倍 那他说这是南港的牺牲 才能造就现在南港的繁荣 他也自称自己是财团立委 这个自称一讲起来就停不下来 而且我记得之前那个 记得之前那个兵章 那个要把一兵迁回南 迁到山珠窟 对对对然后好像也是他的idea 也是他的idea啊 然后他还有出一个告南港乡亲书 就告诉南港乡亲说 如果这个东西呢你不让连胜文去推动 如果让朱立伦在新北市做推动 那这个补偿金会给深坑的民众 给戏子的民众 那我们南港的乡亲还得不 他利用这种威胁的手段 然后来告诉南港的乡亲说 一兵飞迁不可 南港相信谁鸟你啊拜托 连那个国民党自己的劝眉沙都跳出来说这个我们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而且其实刚刚讲到这个 刚刚说他是因为我刚刚志光不是这样说 蔡整员说他自己是 诶光志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我习惯了 其实光志广告看太多了 是光志的好活靠 对不起 大家好我是光志 好光志 刚刚光志说那个什么 他蔡整员说自己是民意极先锋嘛 那其实我自己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时候318运动的时候 不是有时候我们上这段节目嘛 那我就说 诶这个 我就会说 诶可是全国民众民意比较做起来 大家反服貌的这个 这个支持度也很高啊 那你照着民意不是不应该过吗 他说民众说什么 我就要做什么吗 叫我的专业何在 他说 那摆明就是不把人家当一回事 所以但是他又自己说 这个他是民意极先锋 而且刚刚讲到他那个 出席率很低这件事 其实他那时候本人有回应 他就说 他就说 你把任务很熟 对他说蔡整员 在财政委员会的专业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要推荐和案子以前 听到后来先来问过我 所以我不去开会 我不去咨询 也可以就是都有 都有掌控意识这样子 Ashley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这个真的是非常傲慢的一个态度啊 就是完全无视 就是立法院 还有人民的民意这样子 是啊是啊 因为 你看嘛 像他这样子 他说他自己是民意极先锋 而且为什么国民党立委都很喜欢极先锋 这三个字 吴玉生好像也说这个 吴玉生说自己是公益极先锋 虽然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在说谎 但是 他这样讲 结果最后 发现他根本都没有出席 他这样子跟 他这样的出席率比 爱翘课的学生还要更低 而且其实刚才他们讲到这么多 蔡整员的事情 真的是 讲到蔡整员就庆祝难输 那我自己其实也是还 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发现呢 我参加过的每一场社会运动 他都跟我们站在队里面 像那个时候 2012年的时候 反媒体垄断啊 我也记得他也是 跳出来帮蔡汪汪讲话啊 然后支持媒体垄断啊 那时候 而且他因为讲话都非常的争议性 他是会直接跳出来说 我就是支持 然后垄断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的立委 抢垃圾大学生 对还有垃圾大学生 社会边缘人 对还有社会边缘人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觉得 非常的惊讶 就是从我参与社会运动以来 他的发言屡屡都让我觉得很惊讶 那其实刚才也讲到 这么多蔡整员 他可能身为一个委员 不适任的地方 那基本上可以解释了说 他为什么高居第一名 即使那个时候 我拼命帮我们选区的 张庆聪灌票 蔡整员还是在 戈兰伟第一名的位置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回来 我们就继续谈说 其实戈兰伟 这一路走过来 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像过去我在 就是那时候宪法133 各五余生的时候 我有去帮忙 那所以多少 我虽然没有就是很核心的参与 但是真的 其实也都知道说 爸别这个运动 真的是非常辛苦 尤其是在台湾 真的被打压的很严重 所以我也必须坦白的讲 就是各参生员 能够走到第三阶段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意外 还闹回来我们就继续听听看他们的 可能心路历程或是遇到什么困难 嗨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回到周一晚上的绿色斗阵 黑豆不服从 我是民主斗阵的吴珍 我是黑色导国青年政卿的赖品鱼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戈兰伟计划内湖的南港的 证员手术房发起人曾光智 嗨Ashley 刚刚一不小心开始 随便想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介绍 蔡正元干过什么好事 没想到一讲起来就是停不下来 讲太开心就讲一劫 不过其实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蔡正元这个他过去可以说是 这个荒腔走版 尤其是其实那时候选 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是这个联盛文竞选总干事 尤其那时候他更是 成天三不五十到这个电视上 就乱开炮然后乱骂人 然后被打脸了也不害躁 然后就持续继续乱讲话 然后甚至 持续秀下线 对我记得之前有一次 好像其实有一个在讲什么 就是我记得是一个人权议题 然后那时候就是蔡正元的威力 已经来到了就是 其实就是双方会论证 另外一方只是说 你们先不要管那么多 你们跟蔡正元同个立场 你们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那个应该是曾威凯律师发出来的动态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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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其实因为当然蔡正元这个 他这个人的确在立委上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他不识人地方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毕竟 各兰委计划就是是一个针对整个 整个台湾现在代义政治跟民意代表 一个比较全盘性的规划 那在除了个个人之外 我们当然还是把眼光放到一个 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 那所以我想问就是两位说 我们都知道说台湾现在 其实对战争参与大家想象 其实很局限 就是投票 对就是可能四年一次 然后投票我投到上 可能比较好一点 还说我还要看看上次选出来人怎么样 他做不好我下次不要投他 但其实这样子的话 难道一定要等这么久吗 那说罢免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另外一个途径 或者说你们觉得罢免在台湾政治上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其实罢免这东西 应该是在一个民主的体制呢 既然我们宪法规定 我们有罢免的权利 那我们就应该要正常 以正当体制内的方法 去享用罢免 宪法赴予我们罢免的权利 那这我在这边再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叫歌兰尾计划 那歌兰尾计划是取说歌烂尾的谐音 所以是全名歌烂尾 这个是烂掉的立委 那我们是以这个谐音叫做歌兰尾 就是盲场 那不是蓝色的蓝 就是请大家听众朋友 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 帮我们宣传一下 其实在那时候我们在这个歌兰尾排名的时候 我们第10名也有一个民进党籍的立法委员 那也是因为出席率 是谁啊 我有点忘记 我有点忘记 但是我记得有一个民进党立法委员在前10名 嗯哼 所以其实所以简单说就是前九个还是国民的 哈哈哈哈 对啊 因为那个当下就是因为我们3月的运动之后 318的运动之后 整个台湾的台湾在这个服贸议题啊 不管是服贸合适议题 各个议题显现的时候 国民党表示的 他那时候就是我们歌兰尾第二名就是林洪池 那林洪池那个时候做的就是国民党的党编 那他以党纪的处分去挟持其他的立法委员 做违背民意的事情 那所以说我们的前几名都很有可能会是国民党的立委 对其实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前拉一点 拉到去年 甚至可能去年年中 或者说更久2013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台湾社会 大家还可以想回忆一下 其实那时候台湾社会普遍对于政治是 很多人是很这个很误主了 然后就觉得说政府这个成天干一些狗屁道道事情 可是我们好像他没有什么办法 然后所以那其实是大家对那时候对政治上 或者说对执政党有很强烈的不满 但是又没有地方可以宣泄 当然就是这个问题在去年这个九合一大选以后 大家觉得爽啊终于给他们一个教训 对啊难道一定要给他们教训 一定要等这样等四年吗 他们做中间这么烂 那中间其实应该要在中间有个地方就可以踩刹车 说stop你们已经做得太糟糕了 那罢免其实我觉得就是提供一个 这样的一个管道跟这样的机会 而且就是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四年 等到选举的时候 而且其实我是觉得说罢免 像相较于我们可能去 选举是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选 那平常虽然我们可以去 可能也可以跟立法院施压或怎么样 但这是一种比较间接的途径 那相较是要罢免运动 尤其募集联储书 然后最后大家的公投 其实是对民众一个更直接的政治上的参与跟动员 其实我们是这么想说 其实一个罢免罢免案的成案 它并不是要制造一个社会的对立 而是唯有人民可以直接的监督这些代议事 监督我们的代议政治 我们的行政权跟立法权才能做相当的制衡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理念的价值 再来就是我们非常非常concern 就是蔡振元委员她在内湖南港 你如果在内湖南港去问说 蔡振元是个不私人立法委员的同意度 有多高 我相信这个同意度至少超过八成 可是但是在募集联署的过程 以及公投名投票 这个成本 就是对民众来讲 这个成本是高的 他要留下他的基本资料去做联署 他要留身份证字号 户籍地址 他的姓名 这对很多经历过白色恐怖也好 或者是很多民众 他可能就懒了 但他觉得蔡振元是不私人的 那就回到刚刚吴珍讲 那他们就会想说 等四年一任之后再来 我们再来做政党的轮替 或者是代议室的轮替 可是我们在想的是说 大家要有这个勇气 勇敢的站出来 就是说在这个立法委员 或这个代议室不适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当机立断做一个决定 那可是因为其实上一集的时候 我有提到说 就是像譬如说之前在宪法133 帮忙各吴宇森的经验 会让我觉得说 罢免门槛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高 没错 那像 那其实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也表达了说 我对于二届能过真的是非常的意外 那像戈兰伟这边 有打算对于就是罢免的门槛 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 比如说倡议 或是说要求要下修罢免门槛吗 Ashley怎么看见自己 因为目前这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针对 就是蔡正元的第三阶段 然后去一直做吹票的动作 那当然后续我们会有其他规划 就会有就是选罢法下修 那这部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 我们希望先接触一些立法委员 那希望他们在准备2016 就是候选人选举的时候 那请他们推动就是 选罢法下修这个部分 对 其实这个 其实真的讲过很多次 但是还在这里重申一次 台湾的这个一线有这个现行规定 罢免门槛真的非常高 尤其是两位一路这个 一路罢免运动走过来 其中健兴客向而止 像整个内湖区 内湖南港加起来 有选举权的人差不多应该30万左右 对不对 那在第一阶段要募集到城岸的话 应该就是要募集到这个3%吗 第一阶段是2% 2%所以是就6000份 然后第二阶段是要13 38,939人 对对 这其实真的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 尤其是像刚刚也有讲到说 其实要签署连署书对大家来说是有一些这个门槛的 对啊 幸好是之前这个在129那天配合 那个里面有一个这个 选霸合一 没错 绝地大反攻 一天之内就募4万份 没错 这个才太厉害了 其实我们当天募到3万4千多份 但也是跌破大家眼镜 就像品宇讲啊 就是说我们能成功大真的很压抑 包括我们自己的志工干部也是很压抑 那我借这个4呢 刚刚Ashley有提到说2016我们请的 因为我们知道2月7号 其实台湾有5名立委需要做补选 那我在这个节目上呢 也公开的像这些这5个选区的 你有意要参选2月7号立委补选的 的这些候选人们 你如果有意愿在第8届的第7会期 以及第8会期做选霸法的修改 我欢迎你主动跟我们联络 我们有一个总部 我们罢免总部的地址是在台北市内湖区 城公路4段199号 我们的电话是02-8792-4083 如果你对这个选报法修改 尤其是现在2月7号你就要进行补选了嘛 如果你能够有你支持的民众听到这个节目 告诉这些候选人 我们不论他的政党 包括国民党 武党籍以及民进党都好 你愿意对选民做出修改选报法的承诺 我都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 我们来做我们 我们可以告诉民众 你愿意支持 推动修改选报法 那可是其实像刚才我们有提到说 除了门槛的事情 其实选报法一直到最近 还有一件就是还蛮荒谬的事情嘛 就是我一开始开头节目就说 我们大家在讲的千万不能宣传2月144港湖区割篮委的公投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引起了很多非议就是说 那所谓你不能宣传 那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 那你们自己对于这样的 因为我也有耳闻说你们好像时常被检举 说你们在宣传 对 大量的被检举 对那所以你们自己的内部是怎么去看这件事情的 然后对于就是不能宣传这件事情的立场 采的是什么 我们的立场很简单 就是不能宣传罢免 因为我们觉得罢免跟选举 都是一个民主国家 一个民主体制 对人民最基本 而最简单赋予的权利 那选举跟罢免一样 那选举可以宣传罢免 当然可以宣传 那针对罢免不能宣传 罢免不能宣传这个 不适任也不合时宜的法律呢 我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尊重他的理由 基本上这个就是违宪的东西 是啊 其实真的很奇怪 为什么不能宣传 对啊 不能宣传意义是什么 要不问我现在去书局买一本宪法 他们就有人民有罢免权 完蛋了 宣传到了 这样就宣传到了 对啊 真的就是事实上就是 既然选举可以宣传 那罢免之为 就是与选举相对面 就是那就是跟大家讲说 这个人不是 我们不要他 那这个到底有什么 不可以跟大家讲 这个如果是担心说 对于这个被罢免的人 有一些不实的指控 或者抹黑 那其实刑法里面 关于诽谤 那其实这样就好了 这个没有任何的疑虑 那所以不能 而且就是不能宣传的界限 就像刚刚片语讲的 真的很模糊 很模糊啊 对啊 要是宣传出来投票 那中选会寄 罢免公投公报到人家 他不就也在宣传 2月14日投票吗 对啊 那要是我穿一件 就是说 罢免蔡正元T恤 这样算不算宣传呢 这样一定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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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个衣服出去 这样也不行 对啊 这样一定算 是说我们如果是说 我们宣传2月14日 有罢免蔡正元投票 我只是讲 有罢免蔡正元投票 那这件事算宣传吗 我宣传大家的投票 以前我们 在刚开始 我记得台湾社会 刚开始 有选举的时候 我会有整个 整个国家的体系 都会去支持人民出来投票 你的一票 什么 就是你的一票很有价值 比较宝贵的一票 什么 那这次罢免 是不是政府 也可以对内湖南港的民众呢 做这样的一个宣导 是 应该也要讲说 你们的一票 也是宝贵民主的一票之类的 对啊 对啊 其实是其实像 像是例如说 我们在Facebook上发文 例如说我发 2月14日 大家一起投完票 然后去过情人节 这样什么算宣传 那其实就是 那这个规定本身 就真的很荒谬 不过其实我想 呃 不敢为计划 其实面临的 一些程序上的 这个可以说 困难障碍 或者说瑕疵 其实也不止这个规定 那像是包括 我们其实这几天 也有讲到说 关于投开票所 的这个些技术上的问题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继续讲这一块 嗨 各位听众晚安 欢迎回到周一晚上的 绿色斗阵 黑豆不服从 我是民主斗争的吴正 我是黑色导国 青年政系的赖品渝 那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就是各安委计划 现在港湖区的 在推动的一些 各个大大小小的 这个各方面的花絮 那不过其实刚刚 最后我们讲到说 其实各安委 整个这个计划 我们都知道 这个对于执政当局来说 其实是一个 嗯 有点眼中钉的行为 就是早茶 或是他们觉得你们很烦 那所以其实 陆陆续续也遭到 大大小小的刁难 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说 所谓不能宣传这条规定 那现在其实 表演计划 一路走来都遭到 很多程序上的 这一个刻意的阻挠了 包括说 在牧连属出这块的时候 好像其实就常常会被 说早茶然后说你们这个不合格式就剃掉 是这样吗 这部分就是说因为目前我们因为第一阶段我们剔除500多分 那那个时候他有给我们一些就是资料告诉我们说 A是哪一位然后他身份证字号是几号 然后他不合格式不合规定的原因是什么 那因为第二阶段就是目前他剔除的分数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因为我们交了五九八八九份 那他剔除了将近一万份 那其实他的比例是非常高 一万份要募很久耶 很久 超级久的 要不是我们有一二九当天的VG化 一万份都可以过一次第一阶段 真的啊 而且因为我之前有去你们的这个叫什么 连属树募集站然后就是有去帮忙一下 对啊那天其实那天也好几个志工那边啊 然后晚上一个站是大家很卖力募 可是最后也是募了这个好像七八十份左右吧 而且那个算多 对啊 其实这一万份真的超多的啦 对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非常希望说就是 中选会这边也是要就是像第一阶段一样给我们一个解答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分数会哪里不合格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还是说其实只要有超出格子或者是鼻邪的颜色不对 那你就把它剔除 我觉得这部分是要详细讲清楚 对因为其实之前的 我好像一直在讲的时候 以前的经验感觉也是就觉得说 他退化掉之后 他淘汰掉那些就是他认为不合格的连属树 可是其实感觉有一种 有时候会给人感觉一种死不明不白的感觉 死无对争 对而且除了连属树的剔除以外 还有一个点我记得就是前阵子 我在 等下差点又要讲出本名 我在你们的发言人林先生 台北林先生的就是往他的FB上面就有看到他就是在讲说 这一次的选就是罢免投票 投开票所的点少了非常多 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说 点是大概只剩下92个 大概将近正常一般 点的一半 二分之一而已 那你们现在 现在依然还是92个吗 还是其实后来在 一来一往 阿Q之后有增加呢 有增加 其实是 我们去年的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内湖南港总共有219个投开票所 那他是以人口下去分 就是上线是1500人就要设一个投开票所 那偏远地区以及人口比较不密集的地方另外算 所以总共有219个 那时候我们在罢免确定 那个选委会告知我们确定成案的时候 他一开始只要设定99个投开票所 那后来我们有马上是寄发函给他 跟他说我们要99个真的太少 你对半砍 然后又少掉20几个 那他就非常有诚意的 帮我们加了3个 更加102个 那这次之后我们在 大家也知道 这就是经过这样子 政党轮替之后 选委会的主席也会改变之后 那他现在是给我们大概132个投开票所 那132个投开票所 其实我们协商其实是 学校的部分减少 那至于偏远地区的话 比如说像内湖有壁山岩 壁山里还有山上的地方 他有些地方是只有四五百位投票人口的 那这些点他是不会剔除 还有内湖的内沟里 安泰里 安泰街里面的一些投开票所是没有少 但是就学校来讲 原本一千五百个为上限 要一个投开票 他是修正到三千五百人 唯一一个投开票 可是我们的疑虑是说 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们如果投票率 正常 七成的情况下 其实八个小时是投不完的 对啊 真的 因为这样大家就要排队投票 那但是当时候中选会告诉我们的理由是 反正罢免投票比照之前离单一选区的里长投票 投票率大概只有四成 所以他觉得不会造成投票的原因 但我们还是极力的争取 那现在争取到132个 可是我觉得这部分 在他没有公布之前 我们都还有努力的空间 因为这听起来 其实有两件事情很不合理嘛 一来就是说 这样听起来投票的成本其实增加了 因为他虽然有说罢免那天 港湖区的群众是可以放假的 或是要给double的薪水 这就是当然的 对 但是事实上那天一定 坦白讲以台湾这种老板的生态 那天的老公一定都是要上班的 那再这样 我们也知道以往其实像你投票 很多老公都是七早八早 然后就过去投一投 那这样的状况下 其实真的对投票者来说增加非常多的成本 然后第二是 中选会为什么可以预设立场 说只有四成的部分 对啊这很奇怪吧 因为事实上过去也没有 他预设立场是以前单一选区的里长投票 在民国95年的时候里长是单一 可是那个时候光是选里长 就有166个投开票所 内湖加南港 那这样子132其实还是比当时候选里长的还要少 对啊为什么他是以这个东西来比照 之前他比照的标准是人口数 就是如果是九合一选举的时候 一个投开票所是1500位 左右就是要设一间教室让你去投票 那这次他把这个额度提高到3500 那如果3500个民众 我们一定要先假设投票率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你八个小时你怎么消化3500位民众投票 这我们也真的非常可以所思 就是还蛮荒谬的啊 而且这样听起来他们的标准就是浮动的啊 初一15不一样 所以听起来你们还是要继续跟他们 argue下去吗 对啊我们会还是要 除了除了请他们解释说何谓宣传以外 对于投开票所这点 我们也会也会向他提出异议 嗯嗯嗯嗯嗯 那不过我有点好奇就是 一些你们在平常面对到的一些事情 因为当然就是 罢免这件事情 其实很重要一部分还是 说直接跟在地群众的面对面 那包括说一些港湖区的区民在地是怎么想的 那当然有很多人 我相信是对于蔡春莹很不满 但其实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人 他可能不这么想 因为其实我之前就像我刚刚讲我之前去那个你们的脸书站就是帮忙 那的确也有民众过来就哎这个是什么 然后说哦要帮免拆整人 然后就你们这个很无聊 搞什么 然后就好气呼呼的就走掉了 对啊那但我们刚刚也讲到说 会采取这样子目击脸书书 其实一方面是希望跟群众一个政治的对话吗 那也是让民众直接来参与 那在你们这么这个刚刚的计划一路走过来 现在已经半年 超过半年以上了吗 那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说 这的确是中间有一些意见的交换 或是有没有民众的确是本来对这个 比较相对是没有参与或是比较不关心 然后他后来就好像被你们这样 也不是被你们啊 就是有达到一个交流这样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像我们自己从一开始投入歌兰尾 就是大概是在五六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开始在签第一阶段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就预估说 我们顶多做到二节 那我们其实真正想要做的是 真的去跟在地的民众去做对话 然后跟他们就是交流一下他们的思想 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我们都希望你出来投这一票 然后表达你自己的意见 然后也不会让你的罢名的权利睡着 那其实我们发现就是第三阶段的扫街 反而更多民众跟我们做呛下的动作 真的很多哦 那其实我们后来就是认真去思考这个部分 发现说我发现内湖南港的居民啊 就是他们从原本不会把自己想要说的话给说出来 原本不会想要把自己的政治立场给表达出来 但是经过我们慢慢的去跟他们做对话 那支持我们的他愿意站出来了 然后不支持我们的他也会愿意跟我们对话 然后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不支持我们 然后甚至我们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 可能也有可能就是过程非常激烈 但是至少他是愿意表达他的意见 那我们觉得其实这都是慢慢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件好事 因为其实真的是政治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 那不管说你的我们意见是不是一样 或立场是不是一致 但绝对是需要互相的讨论 然后交流才能够促进一个比较良性的 又往一个方向去 不管说竞争或成长都好 因为事实上就是政治这个事情 就是会有一小部分的人来帮所有人决定 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 每个人都花所有时间到政治这个领域去 但是如果大家平常不关心的话 最后就变成说 我们赋予他们这一小撮人权利 但最后就变成他们肆无忌惮 所有事情都帮大家决定好了 大家可能没有自己决定空间 所以这绝对是需要大家都一起来关心的 那甚至我在网路上看到 也有这个反对人群众就号召说 我觉得蔡政委员很好 他是一个好的委员 我们大家一起在2月10号站出来投票 挺他 就是把罢免票不成案 我觉得这样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本来就是大家意见 不完全支持他的诉求 没错 因为虽然在现行的这个门制度下 是罢免要成案有个双二一门槛 要超过全部能投票的一半的人出来投票 这样一半人超过同意 这样最后才会罢免成功 那我自己当然在这个制度下 不出来 如果投票率很低 这个就不会成了 所以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等一下可以说 不来投票 不表达你的意见 让他这个就技术性的失败 但我觉得这样其实不见得好事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 我觉得民主政治需要 大家充分一下表达意见 你当然可以支持他 就甚至说 就罢免投票率很高 然后但是没有 就反对人很多 没有通过 我觉得这都比 大家没有出来表达意见好 因为就是要互相交流 才会进步 因为其实 你这样讲说 我想到的也不只是罢免这件事情 包含公投也是 过去几次共投 也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 然后的确也都是 通常你不支持这个东西 你就技术性 你就不要出来技术性 让它失败就好了 但是其实这样子真的是 以一个民主国家的发展 民主的进程来说 这其实并不是一件 很健康的事情 那刚才我们也听到很多 就是各安委 港府各安委 就是分享说 他们这样一路走过来的 心路历程 然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以及说他们接下来要再做的事情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会接call in 那我讲一下 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 0223770557 0223770557 那欢迎说 想要交流的民众 或者是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 甚至是要挑战 各安委的群众 也都可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一起聊聊 嗨 各位听众晚安 欢迎回到我们周一晚上的 绿色斗争 黑道不服从 我是民主斗争的吴真 我是爱瑟岛国青年 争论的赖品渝 好 那这一段 我们就是欢迎大家来 就是一起来call in 我们节目里面 跟我们大家聊聊 不管是你对于 蔡正元有任何意见 各安委任何意见 或罢免任何意见 或者是说你不同意的意见 都可以打到我们call in专线 我们call in专线 0223770557 0223770557 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接 地通空音电话 是来自高雄的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那个 我觉得这个戈兰委 他们那些反对的人 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因为蔡正元 他就像你们讲的 他在立法院出席的 那个签数很少 那我很想去问那些 说反对的意见的人 如果你们今天是老板 那你允许你的员工 出席次数很少 那又拿这么相同的薪水吗 或是说你们自己的上司 可以让你们这样出席率 第一可以拿那么多薪水 那这样子我就没话讲了 第二点就是说 其实我像这种问题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以民进党 他们在执政 他们几乎很少用到追加预算 那这些支持国民党的 我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你们自己在开公司 你们可以用追加预算的 就是买一样东西 可以用double的价钱来买 他们可以接受 他们不能接受 可是他们又很支持国民党那一套 非常反对民进党 我就觉得很矛盾 谢谢 好谢谢 来自高雄的吴先生 那不过 其实我们刚刚在广告休息的时候 就是吴先生刚刚有讲到说 就是一些 就是支持国民党的人 可能可以接受 你们能 他问说一些国民党制作 你们难道可以接受 蔡振元这样的做法 不过我们刚刚刚有聊到 其实有一些国民党制作 好像其实也不能接受 蔡振元这样的做法 还是有些国民党 他也是觉得说蔡振元不适任 那要把蔡振元罢免掉 才能重组国民党 这个是你们在第一线遇到的民众的心胜 因为其实他们认知这样 我觉得很合理啊 国民党可能内部也不缺乏人才 但是像蔡振元这样不适任立法委员 确实他就是不适任啊 对啊 那也是 就是让国民党有个重新的机会 所以 2月14大家就有个改变的机会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 呼吁民众就是反而 就是不管 甚至说支持 我们要这边对支持国民党的民众 也要喊话 就是说 就是大家如果 你们这个觉得蔡振元很不好 或者是说他害掉了 害林盛文输的话 怎样怎样 反而更要一起来站出来 真的 好 那我们现在有第二通 是来自台北陈小姐电话 陈小姐你好 大家好 那个罢免的门槛是出席率50% 那为什么 那个 嫌弃的门槛就没有规定 50%的出席率呢 没错 没错 非常有中心 好 谢谢 谢谢来自台北陈小姐 超好的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继续接一下 下一通的空运电话 下一通的电话是来自高雄的周先生 周先生你好 喂 那个主持人来宾好 我觉得说那个蔡振元 做得不好李丹被罢免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那个陈维廷 他之前遇到这种事情 他应该要勇敢的继续出来 就是不要为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 就被击倒了 因为这搞不好是 总之就是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可惜 应该要学习王世间的精神 就是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 被击倒 就永远站不起来 这是那个台湾民族运动 跟社会运动最大的损失 他应该要坚强一点 赶快再站起来重新出发 好 是谢谢周先生 我们会帮忙转达微听 好 现在还有扣音电话吗 好 是 还有民众扣音进来 那我们现在 先再接最后一通的扣音电话 是来自这个高雄 也是一样来自高雄的 陈先生 主持人 你好 好 刚才有一个先生说 如果就是因为更次都不把台湾的钱 不是当成它自己的家的钱 因为白人的钱开不完 白人的钱是资不完 所以一定是资不完 这样资不完 大家日益均占 是不是 是不是就一直开 我一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台湾如果像他们一直在 柯文哲就是把住民的钱 当成自己的钱带花 所以他必须要斤斤计较 他相信中文 拜完再来春节 谢谢 好 刚才那就回 那就是我们现在就刚才 群众扣音警来电话做一下回应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台北陈小姐 讲的还蛮好的 罢免门槛这么高要2121 那我为什么宣布 这我们也很疑惑 像我们在选举的时候 选举就是因为选举没有门槛 谁是相对多数 就是谁的票比较多 谁就可以当选 那所以因为这样子 我们投票率还蛮容易超过五成的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就是苏格兰的独立公投 那他在去年苏格兰独立公投 其实他的 他是没有门槛的 所以你对于这个统独 这个议题有意见的人 都一定要出来投票 要不然你的权益就 他就是分成三 就是统独跟没有意见 那我觉得台湾应该也要 像选举就是没意见 那比如说支持 甲方乙方跟没有意见 那可是 可是公投因为 因为这样子双21的门槛限制 就导致说 没有意见的人 跟你不 你持反对意见的人 跟没有意见的人 假如不出来投票 那瑕疵过半的 那你即使有意见人49% 那另外一边只要反动员 那我们还是不会过 你今天没有意见 就被执政的人 他瑕相对多数的689 他因为公投这个门槛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去代表2300万人做事情 这个就是公投不合理的地方 是 不过其实在罢免这个地方 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罢免 其实我觉得罢免 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 基本的门槛 因为毕竟 毕竟就是 如果罢免没有门槛的话 那其实他变成 地位跟选举是 就是他变成有点像 同时 就是可以举行很多次选举 那但是不可否认是说 对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基本的门槛 但是现行的门槛 绝对是太高的 因为他变成说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在地上从来没有 它的门槛就是三个阶段 对啊 就是三个阶段 尤其是第二阶段 能募集13%的联储书 他要在30天之内 这根本就是全世界最 以美国来讲 他们最严格的是60天 最宽松是180天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 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那除了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的是 千万不能宣传 10号港湖区有办法投票以外 那好像 其实在各兰委计划这边 还有一些需要 如果民众可以有 希望参与的话 还有一些需要 大家帮忙的地方吗 是 目前就是监票的部分 那监票这部分就是说 因为 投票部分都是港湖地区的 那个民众 那 想要参与这场省事 但是你不是港湖民众的人 都可以来报名我们的监票 那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 那 报名监票一样就是 打那个02 8792 4083 例子是台北市城公路四段 199号 谢谢光智 对 也不除了这个 刚刚也讲到 其实不只 除了想要 这个 报名参加监票以外 其实也欢迎 他绝对也欢迎大家 就是平常没事去 穿盘子 对对 做做聊天 讨论 对对一些政治的想法都可以 都是很欢迎的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那平宇有什么话想说吗 哦 关于捐票 其实我们之前 也有访问过监票者联盟 那如果对于监票 有点困惑的群众 也可以回去 找一下网路上 我们监票者联盟 那一集的 听一下 然后 不过我相信 哥兰伟这边 应该也会训练一下 监票的志工 没错 那今天很高兴 就是能够邀请到 好 谢谢大家